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就颁布法令 允许人民持枪 用于自卫和打猎 但必须到当地官府办政 此后 这一命令得到承袭 并写入大清律令 各省深山碎谷及附近山居驱逐猛兽 并甘肃 兰州等府 属于翻回错处皮莲各居民 及滨海地方应需鸟枪手遇者 不需报名该地方官 详查明确 实在必须准其仍照迎冰鸟枪尺寸制造 上课姓名 编号 立册 按计查点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 清朝对于枪支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 不仅要登记 而且还会按季度进行审查 以防枪支滥用 当时 民间人士拥有的火枪数量可谓相当多 并屡次建于清朝人的各种著作之中 例如 纪晓兰在她的《月威堂》笔记中 屡次提到人民使用火枪 这些故事总计达二十多个 持枪人既有边疆牧民 自己身边的奴处 短工 店户 等等 这说明 在纪晓兰的年代 民间持有火枪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事 在省市这些持枪人的身份 多是收入不高的下层民众 其手中的火枪自然也不会太贵 在广东 广西等毗邻西方商人的地区 当地人能够很容易地从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人手中够的火枪 所以在那个地方 火枪使用已经未然成风 甚至连小孩都会使用火枪 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屈大军曾提到 月人善鸟枪 山献民儿生十岁 急受鸟枪一句 骄 知鸡鸟 毕竟 相比于弓箭 火枪上手容易 相比弓 火枪威力更大 射程更远 由于民间持有的火枪越来越多 这也引起了乾隆皇帝的警觉 他害怕某些不法监徒 会利用火枪对付官军 所以 他颁不执意 在全国范围内收缴火枪 自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 一七九三年十三年间 清政府至少收缴鸟枪 铁冲 四万三千六百六十六杆 以全国之大 民众持有火器之多 其收效并不怎么样 火枪被收了 再从不法工匠那里买就是 反正这些匠人 清政府是管不着的 由于枪支的泛滥 社会治安开始恶化 在广西 广东等土客矛盾尖锐的地区 火枪成为土人与客人泄斗的利器 当时村民之间的泄斗 往往会卷入数千甚至数万人 村民们除了手持传统的刀枪外 还会使用从各种渠道弄来的火枪 村民的泄斗 完全变成了一场战争 他们不仅用火枪对射 肾 只还用重型火器大炮和抬枪对空 而实际上 清政府是严格禁止民间持有火炮和抬枪的 由于村民泄斗火力凶猛 连当地官府都不敢出面 只能做事土人和客人互相残杀 鸦片战争后 泄斗双方发泄英国人战力很强 于是 争相雇佣香港的英国人为自己作战 曾有开平土身谈三才用钱 诱骗四十英国兵用枪来打客家堡垒 却遭到客家人围攻 一时间谈下如雨 几十个英国几乎瞬间毕灭 到最后 甚至连英国人也不敢介入中国农民的纠纷了 纷纷说 中国农民真厉害 比他们的兵厉害多了 在两广村民的泄斗中 双方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锻炼 战斗力可谓是全国之冠 然而死伤也相当惨重 有人说 泄斗造成了上百万的伤亡 其后 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起义 游客家人组成的太平军一路索向皮靡 一直打到了南京 而清军也评价太平军 这些御匪很会使用火器 几乎百发百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